我们独家消息带您来看 这个是H1N1新流感来势汹汹 而现在很红的光触媒消毒 业绩翻涨 标榜只要在房间内 喷上薄薄一层奈米钛 就能有效分解H1N1的病毒 不少诊所或是补习班 甚至航空公司现在排队等着喷洒 业者业绩越增五倍 这个月营业额破百万元 拿着喷头教室内来回喷洒 从地板角落到天花板 统统不能放过 H1N1心情流感来势汹汹 不惜班心理前一大早忙着全面消毒 但看清楚喷头中装的这入白色液体 可不是一般消毒水 而是这一瓶瓶奈米钛 由内而外全面喷洒 SARS期间一度火红的奈米钛光触媒 业者宣称只要像这样喷上薄薄一层 再打开电灯 墙上的奈米钛就能把光能转换成化学能 进一步活化空气 分解室内病毒 让不少诊所和补习班业者很心动 因为这一波好像还蛮严重的 所以当然是先做一些预防措施 过往每个月大概是在十几万左右到二十万 那现阶段如果这一波H1N1继续上来 可能预估 刚这个月业绩会破大概一百万左右 业绩破百万 议者们认证和实验证明当佐证 还有坐月中心甚至是航空公司 也开始接洽 像类似这种光束类的东西 我想光线都是必要的啦 其实它现在光线微弱掉也可以下去 它就丢些地方都是完全没光线的地方 可能而且微弱地方撒进去 肯定会比较差的啦 一是提醒 奈米钛光束煤只是预防方法之一 还是得随时开窗保持光线和室内通风 即使如此H1N1来袭 这小小一瓶奈米钛 还是请业者创造了物线商机 昨天新闻 余罗维范馨玉台北 采访报道